現在呢 因為這個地面部隊行進不了啦 只要這個停在原地不動啊 動不了怎麼辦呢 那我只好用飛彈動啊 所以飛彈狂轟爛炸 結果現在傳出來 蛤 俄羅斯的飛彈不夠用 現在在加緊趕工當中 但問題是你要做得出來才行啊 聽說這個外國媒體說 還好台灣的台積電有加入抵制 沒有台積電的這個晶片 大概一半以上都做不出來 真的是這樣嗎 這是真的 而且沒有台積電的晶片 影響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俄羅斯的晶片的狀況 那很多人都會想說 奇怪俄羅斯到底有沒有晶片的產業 那告訴大家是有的 俄羅斯本土最大的這個晶片製造商 叫做Micron Micron這家是俄羅斯最大晶片製造商 但是但是 你知道在我們台積電在講的時候 已經是10奈米啦 7奈米啦 5奈米啦 3奈米啦 你知道這一家Micron 他是設計他的製造能力在幾奈米嗎 在幾奈米 在65奈米 65奈米什麼年代啊 所以這個你可以反映出來 就是俄羅斯自己要做晶片的話 顯然他技術能力層次 這也太落後了吧 比起來還是有一大段差距的 但是因為對於俄羅斯來講 他前身是蘇聯嘛 他們當時從蘇聯時代 就希望能夠在自己的晶片的部分 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有自己的晶片製造廠 所以所以他們所做出來的晶片 各位去注意看 俄羅斯自己最重要的晶片是什麼呢 是我們看到上面有告訴你紅色的 告訴你叫俄羅斯 俄爾布魯斯這一款晶片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先講這個部分 是因為各位現在的戰爭 你去看 在這次的戰爭 很特別的是 很多烏克蘭部隊打的 不是每個都打標槍飛彈 或是刺針飛彈 那種新武器 很多是舊武器 但是舊武器 搭配好的瞄準裝置 搭配好的控制裝置 一樣打得很精準 一樣殺傷力驚人 對他可能是比如說二三十年前的武器 可是二三十年前你要瞄準的 你可能要一個人慢慢瞄慢慢瞄 但是現在不用了 現在有好的瞄準裝置搭配了之後 他會自己幫我瞄 他會自己幫我找到對象 然後發射出去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要打的是什麼 他現在要打的是一個AI 打的是5G的時代 尤其是AI的晶片 會決定你的武器的精準度 會變得更好 所以你看AI晶片好或壞 誰來做 AI晶片世界做最好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有最高竿的AI晶片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你看台積電 從這個AI的晶片 一直到一般的軍武的晶片 過去俄羅斯是大力仰仗台積電 那各位你看一下下面這張表 你就知道有多依賴 來這張圖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是俄羅斯的國產CPU 俄爾布魯斯 他用台積電晶片狀況 你看這個表上的部分 來其實他的歷史更悠久 從一九八級一九七級就開始了 但是我們只截取 兩千零五年之後的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俄爾布魯斯的部分 他一直到什麼呢 到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二零一年是最明顯有紀錄 各位可以看 二零一年這一排有沒有 最明顯有紀錄告訴你說 他的俄爾布魯斯的2S處理器 他使用的是台積電的九十奈米的製程 然後再往下 你可以看到的是有沒有 用台積電的六十五奈米 二十八奈米 一直到二零二一年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 他的俄爾布魯斯 十六S的處理器 用的是台積電的十六奈米的處理器 都我們的台積電的晶片 所以你想想看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台灣幹嘛 沒事去惹俄羅斯啊 幹嘛 台積電幹嘛 不要做人家的生意啊 我們台灣能夠反 能夠制裁人家力量才多大而已 臺灣對俄羅斯制裁力量很大 先進的軍武所使用的晶片 我們講的從九十奈米製程 一直到十六奈米製程的 我們台積電都可以做 那更不用講說 各位你看這些部分 是到十六奈米對不對 對 俄爾布魯斯 俄國的國產晶片 幾乎是重壓在台積電身上 然後這一塊 俄羅斯如果要跟美國 一較高下的話 你必須要有台積電出出的晶片 你才有辦法做嘛 你那種要用六十五奈米 九十奈米的那一種類型的 坦白說不需要太精準 但你要越精準 就必須要越好的晶片 運算能力越強大的晶片 對不起在誰手上 在台積電手上 那所以之前還有這個 有小粉紅會講說 沒關係啊 台積電如果不願意幫俄羅斯的話 我們找中心半導體 來幫俄羅斯 請問中心半導體敢做嗎 敢做嗎 三個字就是中心半導體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就講得很直接 如果你中心半導體 敢對俄羅斯做晶圓上面 任何的援助的話 那我們就會對你做出各種的制裁 包括軟體跟設備的制裁 什麼叫設備的制裁 你需要買的 半導體有關的設備 包括曝光機的部分 我就叫艾斯摩爾不要賣你 現在艾斯摩爾呢 成熟製程還可以賣給你 先進製程不能賣你而已 可是如果你要做俄羅斯生意的話 對不起 我連成熟製程的曝光機 我一樣都封殺 曝光機還有什麼可以封殺 還有軟體可以封殺 你要使用的電路設計工具 對不起 那些都在老美手上 世界百分之九十的 EDA的工具都在誰手上 在美國手上 所以他今天軟體不讓 設備不讓你用 軟體也不讓你用 那我看你中心半導體 怎麼做生意 所以中心半導體 怎麼敢在這時候 去得罪美國 去得罪歐盟全世界 然後敢做俄羅斯的生意 當然不行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俄羅斯被斷掉晶片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這決定他在戰場上面 你沒有先進的這個武器 可以使用 甚至決定未來十年的時間 當你要跟美國做軍事實力的PK 的時候 對不起先進的東西 是在這個台積電手上 那人家如果不配合你研發的話 那你今天俄羅斯 你也沒有辦法做 所以他卡住 不只是俄羅斯的現在 他也有可能卡住的是 俄羅斯未來十年的國防的成長 所以影響很大 那最後呢 我們再看一個東西 但偏偏在這個時間 大家給烏克蘭協助是多的 除了美軍不斷協助 他歐洲不斷的協助他 你看烏克蘭的軍員 我們開玩笑說 大概近十年來 很少看到軍事援助 一個國家拿到這麼多的 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 現在簡直像許願術一樣 只要一許願 標槍飛彈就來了 一許願刺針飛彈就來了 一許願英國的星光飛彈 也來了 各國家的元首都急著要跟 那個澤倫斯基連線視訊 然後對國外發表演講 結果你看當他這個烏克蘭 去跟馬斯克特斯拉的老闆許完 許完願之後你知道多誇張 許完願之後 第一個願是什麼呢 當時當時烏克蘭是擔心說 我如果被俄羅斯斷網 我怎麼辦 所以呢馬斯克當時呢 他們的副總理就跑到 馬斯克的臉書推特去留言 他讓他推特去留言 馬斯克當然就跟他說 OK我支援你 馬上到 就還真的四十八小時 馬上到 到的就是你看到這樣 一批又一批的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馬斯克 Starlink的這些接收器 結果到了之後 哇你知道這多重要 馬斯克第一個快速送達的服務 給他的好處是什麼 是你如果一般的 烏克蘭當地的網路 被俄羅斯軍隊給炮到 斷掉了 比如說三七四季斷掉了 但是沒關係 網路你還是可以用 而且各位看一下 人家實測過的 實測的結果是 你看他的網速 他的網速呢 最高可以跑到多少 當地的網友 烏克蘭網友實測 可以跑到兩百米的速度 很順啊 所以你要想這麼順的網路速度 對他們說好不好 好啊 但是呢 這個時候 烏克蘭人又有人跟馬斯克 許第二個願望 你看烏克蘭現在許願書 多好用 許第二個願望是說 這個我們很擔心的 我們電力設施 如果遇到這個俄羅斯的攻擊 電力設施不發電怎麼辦 對 結果馬斯克就跟他說 沒關係 我們幫你 幫你做什麼 你只要車子上面的點煙器 用那個點煙器 一樣可以讓他電源 讓這個接收器一樣可以使用 所以你一樣可以接收到網路 點煙器這件事情 去讓他 Louter可以驅動 哇 這事情不得了 所以你看烏克蘭人 許的兩個願望 馬斯克都同意了 不但同意了 而且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俄羅斯在天空的衛星 大概是不到兩百顆 一百多顆的規模 可是這個我們還不算入 美國的軍用衛星 光是馬斯克自己的衛星 在天上就有將近兩千顆的規模 然後再加上其他美國民間的商用衛星 一起來協助的話 你不覺得烏克蘭在科技上面的優勢 相較於俄羅斯得到的幫助 真的是非常的多嗎 所以這台上打下去的結果是 烏克蘭打到現在 斷網危機沒有發生 導致俄國國內 現在為了怕老百姓看到太多 變成另外一種的斷網危機 控制老百姓 不要看到牆外的言論 而且烏克蘭為什麼這個無人機 狙殺這麼精準 多虧了馬斯克的這個心煉 應該也貢獻不少啦